已经正式开始了 浙江东阳光耀率先开始进攻 看一下韦瑟斯旁 开局获得小打大的机会 没有 看一下古泽玉 面对孙明辉 这下打得非常的勉强啊 而韦瑟斯旁 往篮下掉 要打局部的高度差 还是没有打成 天津的开局比较被动啊 被打了一波7比0 一些单臂啊 转换进攻 看一下效率怎么样 看一下孙明辉进来 再看一下杜伯超连续 古今秋和孙明辉作业 或者配合孙明辉的中距离命中 高啊 但是出手术和命中术 都是排到联盟的第一位 所以对于三分的执着 这个是天津的一大特色 在防守队位当中呢 是林明谦面对朱迅龙 朱迅龙是 这箱东阳光耀 在外线最好的防守资源 压呀 因为确实在防守当中 感觉是有身体的接触 又可以重新来越 打穿到了背后 相当漂亮 基本上是不会降的 而且赵佳仁他的三分投射的表现会更稳 这个赛季还是保持在反过 给到林丁谦 利用石头帅的掩护 这个掩护质量是非常高的 完全挡住了跟防的球员 还是给了主队的球权 而刚刚这下 石头帅给林丁谦设的掩护 完全挡住了赵延好 边线球直接被断 这个运球稍微有些不利索 直接被石头帅给断掉 看一下韦瑟斯旁突然起诉 这球韦瑟斯旁是在上前 党内博还IG已经拿到了10分了 林丁谦再给到石头帅 这个两人配合现在广泉行的四号位 甚至他能够去打到三号位 转换进攻 图宝分球给到党瑞博 又是一次配合的失误 四打一的局面 四打一打得太啰嗦了吧 在篮板球方面 14比8又是失误 上球上得非常快 这次二打一被身吃 先来中距离没有打成 但是来上胡锦丘 篮板球 完成了摆脱之后 看一下孙明辉这个球 上来之后就是一次失误 边上过渡一下 还是给了奥卡夫 面对石头帅 石头帅是防上线 让奥卡夫外线出手 面对天津的时候 他的得分是没有上双的 机械球 看一下很小的空间 林丁谦找到了石头帅 需要去考虑的 最后扎延昊这球 打得稍微有些勉强 篮下有 这个是有点问题的 看一下胡锦丘第一位去 遭大卫章斯 比赛30加20 一个是直接拿50加 还是打得太过着急了 转换当中 大卫章斯很漂亮 奥卡夫 看看能不能背身 这个球呢 田宇过来先防 外线的赵佳仁被防 介绍过来 他这个赛期的命中 是超过40% 三分线外啊 张一梦 还是石头帅和林丁谦掩护的配合 奥卡夫这个点是出不来的 换防的时候出不来 这不是奥卡夫的错 他本身就是这个特点的球员 时间剩的不多 最后是赵佳仁的 给他奥卡夫 他需要在进攻当中 去有所表现 石头帅再次提上 给林丁谦来设掩护 同样是要打奥卡夫这个点 童谦突然起诉 过掉张一梦 拖到篮下 面对两个大个 加罗 林丁谦 也来一个怀疑颜色 Ansergo 看一下这是刚刚 哦 不算干扰球的 把球给点出来 那还是只能说 希望赵元昊 防守阵型乱掉了 天忆比了三分 但是过去天津打出了破8比0 丁谦辉尝试莫出回应 看一下转换当中 找到了大个胡金秋 防守扣得蛮大的 丁谦辉 获得了单打 大卫詹姆斯再冲起来 张公大剑 真的是成功了 他打球是有股劲的 尾瑟斯坊在外下来观察 因为胡金秋的位置 没有办法太靠近篮下 所以还是要他自己来 最后是在人缝当中 再收益还是不错的 林丁谦 再来打这个后位 左手的挑篮 双方篮本球的差异非常大 24比14 尾瑟斯坊再次扑到篮下 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 是接近两次的 所以今天他 上面上比赛林丁谦已经是接近两双了 还差一 朱吉隆最后一次的撑手 受到了一些干扰 没有问题 胡金秋的位置呢 往这边移动过来之后 快速的给到石的帅做一个过渡 这边是罗谢斯特 外围被放空 三分命中 看一下林丁先 出手也是非常的果断 天津在下半场比赛 三分开得非常早 做一个过渡 田宇也是一个三分的射手 又一个三分 林丁谦 再然后是田宇 三记三分 石头帅要防孙宁辉会有一定的难度 林丁坚过来先防 韦森斯坊接应一下 下半场比赛 第一位 给到空切的机会 这边林丁谦要选择自己来 压到 但确实看刚刚那个情况 让人非常的担心 在背后拉人的动作很明显 确实莫名其妙 到底是要给田宇还是石的帅不清楚 肯定辉转换当中自己来 朱俊龙在左侧的四十一度角 三分命中 掩护跨头之后 这次可以到石的帅 广杀这边的球员来说这一下可能是打得有点重 天津现在是首一个区域啊 前铺到篮下再来分球 外线的赵佳仁没有 但是篮下又有胡锦丘 胡锦丘他抢篮板的能力了 打板得手 中军的韦瑟斯斯旁 胡锦丘把人带走 打球的中军 大卫战姆斯 打出去龙 碰到了胡锦丘的协防之后呢 给到第一角的三分 想去给到胡锦丘啊 不是很容易 杜博超顶的还是蛮狠的 第一位一对一 罗切斯特 节奏变化太快了 再给回来 无球的掩护做得相当的到位 制造一些错位 刚刚那几下 就没有看到那样的感觉 这是一次转换当中的三打一 给到罗切斯特来打呀 让罗切斯特去打奥卡夫 充分的利用奥卡夫脚步慢的这一点 再转移过来 这个底角的三分 是在强势的要位 强势的底线 弄了大中锋 一对一要防奥卡夫 真是太难了 当然输 罗切斯特 篮下奥卡夫 他想去给杜博超做球啊 这是一次转换进攻 王莎现在就是要打奥卡夫这个点吧 来看一看 往里做一步 想去绕 上胡锦丘 换下了李清孝 现在让赵佳人去跟罗切斯特啊 罗切斯特没有接球的机会 林婷签已经拿到了18分了 回来之后看一下王新锐 选择自己来中距离打击 回来之后呢打 胡锦丘这个错位 再给到杜博超中距离 直得帅拿到再给上球 罗切斯特连线找到林婷签 那现在呢 这项东阳光钥匙换回了苏明辉 no look pass 找到了奥卡夫 罗切斯特 地位的配合 朱俊龙把人带开 奥卡夫 载篮一下的勾手 那回来之后呢 罗切斯特还是要惩罚 大哥的小顾 掩护之后下顺了 内传内找到了胡锦丘 但是篮板球 现在天津拿不下来 这个是掩护下顺 打得非常的干脆 然后呢 这是一个高地位的配合 在局部 胡锦丘 罗切斯特在 阵地当中还是交给奥卡夫 做一个过渡 外线的孙明辉 完全被放空 三分 又把球交给奥卡夫 在战术的执行上 也是做到位了 加教卡夫 持得帅的三分 那今天的对于浙强东阳光耀来讲的话 是回到自己的主场 在杭州完成了复仇